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四个大趋势 分别是所谓的connected autonomous shared 或者是service 最后一个是electric 这四个大的趋势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车已经不再是一辆车了 我们过去100年所拥有的驾驶经验 在电动车的一个新的时代当中 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当然从connected到service 我们中间跳过一些部分 因为自驾我们希望能够安排到 侯老师的学生来跟我们分享 另外在电动的部分 其实在过往这一段时间当中 大家从技术的层面都有非常多的探讨 我们今天试图从服务面 或者是说联网之后的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想象 来救教我们的侯盛中老师 那侯老师在过去呢 他从博士班的时候 他在政治大学的客观所 那在写论文的时候呢 就到新加坡去从事田野调查 那在那个地方呢 他不仅仅在那边做了食物的研究 而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跟商模呢 带回台湾 后来在大家熟悉的台湾大车队 55688的这边的服务呢 背后处处都可以看到 侯老师的协助 那最近这几年呢 他又跨到其他的领域 包含长造车 包含在过去三年的疫情当中呢 有很多的防疫专车 都是在他的判遣系统之下完成的 那这些艰巨的任务背后 我们想要来听听 这一个推动这个产业的黑手 幕后的黑手 黑手黑手 真的是黑手 请胡老师 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其实做一个学术工作者 最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很自由 那所以我们选择题目 其实上就是可以 由自己来做决定 那二十年前选择 用计程车切入来思考 整个我自己的学术的走向 那时候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GPS 那GPS这件事情 其实它改变了 我们所有的空间时间 跟人类的活动 那如果再结合手机 这整件事情再加云端 我想在二十年前 我们是尝试做这样的一个 connecting 那现在又看到一个更大的科技 就是AI 还有电动 好的 这样的一个近零碳排的 所以其实它又带出另外一种 更多重面向空间 包含环境 所以我们过去在处理一个 所谓的车队 那进而处理到司机社群 那后来变成是一个 所谓的商业模式 那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某程度都是高污染的 因为我们是用小众运输 但是当我们进入电动车时代 进入AI时代 其实它就会可能会跟 整个环境 这样的社会 甚至最近比较流行的ESG 就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联动 那甚至把整个空间都释放 所以我想我最近的研究 其实不再只是探讨 所谓的mobility as a service 这个事实上是传统交通领域的 比较希望看到的 就是用移动当作是一种服务 那我最近比较常思索的是 台湾卖入高龄 少止 那偏乡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趋势 mobility可不可以是 as a social service 让它成为一个助人的一个渠道 甚至载具 甚至一个平台 所以最近的整个研究取向 就是慢慢朝向 从Mass mobility as a service 转向Mass mobility as a social service 好 就是在这个整个字当中 其实教授们会玩这些文字游戏 那可是呢增加了一个所谓的social 它背后的整个意涵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们过去看到 IBM他们提出来这种所谓的 Ice Pass SaaS 那大家后续又陆陆续续又把前面的这一个字母 又把它做了一些替换 那这一次 这个侯胜中教授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mobility as a social service 那加上了一个social之后呢 那它好像 的确符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 不管是台湾也好 其实亚洲的国家 东南亚他们是正好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那在台湾 中国大陆 日本 那都面临到高龄社会的问题 那正好有这样的一些科技的solution进来之后呢 我们发觉说 好像是有一些可能性 但是呢这些可能性背后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说侯教授是黑手 就是他虽然没有进去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修车了 我在猜你可能会修车 因为上山下海 那我听过侯教授蛮多 分享他的这些非常不容易的一些过程 那在很艰困的一些天后条件当中 那很艰困的一些道路的条件当中呢 他必须要到 他刚刚提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域 叫做偏乡 那台湾虽小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从海平面一直到高山 在很短的距离当中 各种的地形地貌 那他所引发出来的一种 交通运输上面的挑战 那当我们把这一个social加上去之后呢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 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困境 如果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您订阅Digitimes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能在影片下方资讯栏点选连结 前往科技传送门 收看本集的完整节目 电动车新革命 我们下周见